作曲 李宗盛 愿做他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开满花族 绽放半世的光束 愿做他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明月将我心掀起碧雾 留下无悔的祈宿 愿做他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开满花族 绽放半世的光束 绽放半世的光束 我喜欢他是因为 他从小对我特别好 宠着我 就算天塌下来 他也能帮我扛着 让我特别有安全感 但是猪哥哥一心想着光复大明 对我跟他自己的要求特别高 就跟我爹似的 让我觉得特别没趣 我知道 我看得出来 可是从小爹跟各位市长 就一直告诉我 我呢 是猪哥哥的未婚妻 是将来大明的太子妃 这个称呼就好像是我 这辈子最大的责任似的 其实我特别讨厌这种感觉 我不敢说 我又不敢反对 直到 直到我遇上了龙小弟 虽然他是皇上 有的时候我看到他 会觉得特别畏惧 可大部分的时候 我跟他在一起 都会觉得特别开心 他是皇上 但是他有的时候很可怜 我心里想保护他 想照顾他 想对他好 我知道 我这样的想法不对 可是我根本控制不住 嗯 其实我也一样 我明知道不应该喜欢大师兄 不该对他好 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雨姐姐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情之一字 罪事无解 我也同样苦恼 同样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刚刚收到牛角寨的飞蛾传书 上面说刘德昭的既是夫人 酋敏以及酋敏的弟弟酋贵 不知怎么的就从牢房里面逃出来 而且酋贵取出了暗藏的金银财宝 画了孟祥和和舒婉欣的画像 在江湖上放画 谁要是找出这二人 就重金仇信 此时太子已经跟我说过 这都是所额图在背后安排的 这江湖上的三角九流 贪图重伤 必定会纷纷出动 寻找孟香河跟舒婉欣 如果真让他们找到了 那卿城就危险了 岂止是卿城有危险 恐怕这太子和义欢 就都暴露了 那为今之计 只有派人先杀了酋贵 以决后患 我去吧 酋贵跟他那些手下 在我眼里就是小菜一碟 姐姐的武功的确很高 天下无敌 但是姐姐 你不熟悉山西那边的情况 而且你不认识酋贵 所以 还是我去吧 好 那就有劳血衣军事 你辛苦一趟 现在已经查实 有二百五十九名官员 打着抓捕乱党的旗号 贪赃枉法 草菅人命 冒领所谓的功劳 然后骗取朝廷的封赏 这么严重 何止严重 简直害人听闻 就拿左翼前锋营统领 隆德多来说吧 两年前 他还是小小的为属 前锋营侍卫 从五品 正是靠着一连串 这样所谓的军功 连身五级 摇身一变 变成了现在的 正二品五支精官 隆德多朕是知道的 半年前 他捣毁了在京城 反清联盟的五个据点 抓捕了五十多名逆匪 朕还亲自 赏了他一箭黄马瓜 可皇上有所不知 这五十多名逆匪 有近一半 是被冤杀的 你说什么 这些人 这些被冤杀的人 都是些遭受了 旱灾水落的 一些逃难的灾民 还有一些是 在当地被地方的官员 逼得进京城 告狱状的一些老百姓 既然这些人 是被冤枉的 朝廷也派出了 奸斩的人 为什么 他们不喊冤呢 隆德多 为了坐实所谓的军功 在这些死囚上刑场前 都给他们 灌下了雅药 让他们有冤难所 朕该死 皇上 其他官员骗进军功 一样是花样白出 还有比隆德多更严重的吗 有 京城护军参岭 阿碧齐 阿碧齐 他府上挂的那个 国之洞梁的牌匾 还是朕亲笔 给他提的字呢 这阿碧齐用的 和隆德多是相似的手法 一路累计军功 从一个小的 不能再小的城门里 平步青云 如今已官拜三平 他冤伤了多少人 奴才查实的 这阿碧齐杀的三百多人当中 只有一百多人 是有过大逆不道罪行的 其他的 都是冤杀的 更好笑的是 同样一个人民 却反复被杀了五次 身份一会儿是老妇人 一会儿是垂条小儿 一会儿是中年男子 怪不得呢 怪不得我一个弱女子 都被他们当成乱党逆匪 给抓起来了 他们一定听我的口音 是外地人 又无亲无故的 所以想拿我的人头 去充术 所谱 奴才才 把这些查实罪名的官员 全部给朕抓起来 送到刑部审理 这儿 华山圣名 圣名 你是在嘲讽朕吗 有哪个圣名的君王身边 有这么多的贪官苦力 哪有啊 你刚清政不久 之前那些烂贪子 都是熬拜弄的 跟你没关系 身为天子 岂可伪过于臣子 看来朕 必须尽快好好选一选 能臣和贤臣 整顿一下朝廷的励志 龙小爹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朱胳膊 你都瘦了 下巴都僵了 你啊 总算知道关心我了 其实是雪姐姐先发现的 朱哥哥 我总是习惯了你对我的呵护 却很少主动关心你 小丫头 干吗跟我说这些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 其实我也不好受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环梅 你别说了 我明白你的心 我不怨你 我只恨我自己无能 朱哥哥 你千万别这样说 你别这样说我心愈内疚 环梅 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我们对彼此都太熟悉了 这对于我们的感情来说 既是好事 也是坏事 而康熙对你来说 就是一个 琢磨不定的诱惑 所以你对她充满了幻想 环梅 要不要跟我打个赌 什么赌 赌康熙能不能说到做到 我赌她不能 我赌她不能 康熙她是个皇帝 而且她最讨厌那些贪官苦力了 她一定能够说到做到的 好 那咱们 这就赌上了 赌注是什么 一百两银子还是一千两银子 我不跟你赌钱 我赌你的心 如果你输了 我相信你对康熙的幻想也就破灭了 你也不会再给她所迷惑 到时候 你乖乖跟我一起光复大明 做我未来的太子妃 那如果你输了呢 如果我输了 那连我也会对康熙负气 到时候 无论你做什么 我也认了 好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皇上 大刀阔斧的整顿力质 已将龙德多 阿碧齐等二百五十九名大小官员 全部入狱问罪 不 不可以 不可以 万万不可以 骆徒 诺才在 这两百五十九名官员 罪证已经全部做事 朕即刻就封你为奸展官 十日之后将他们全部问斩 华少 全部问斩 怎么 你还要朕再说一遍吗 不不 不用 皇上 奴才听明白了 奴 奴才这几天偶感风寒 一直咳嗽不停 浑身发冷 然后还不停地冒汗 一直在咳嗽 奴才一直在坚持着办差 可是到了今天 尾师觉得有点撑不住了 奴才想请皇上开恩 可不可以拖延几日让奴才办差 或者另外再派一个人去奸展 你这病得可真是时候啊 真的 真有点撑不住了 行了 你回府养病去吧 奴才谢皇上恩典 奴才告退 老花头 皇上 其实索大人办案倒是很利索 也很有章法 是个不可多得的能臣 只是他没想到 皇上会如此严惩 这些贪官污吏 若是让他奸展的话 就相当于 让他得罪了大半个朝廷 又想在朕的面前捞功劳 又不想得罪别人 是 只怕眼下 这奸展官的人选 是不好定了 毕竟谁也不想一下子 站到大半个朝廷的队里面 臣倒是无牵无挂 但臣是个汉臣 名义上又只是一名太医 皇上让我在暗中 协助索大人办案 这倒是可以 若是在明面上 对臣为以重任 只怕不太好 朕明白 你不是怕事 你是愿意为朕效力的 但是朕 也不能将你推到火堆上去考 多谢皇上体恤 只是眼下这奸展官 怕是无人敢胜任了 罢了 那朕就亲自奸展 狠狠杀一杀这朝中的威风 龙小弟 你太厉害了 我支持你 朱哥哥 怎么样 我都说了吧 康熙是个好皇帝 是个历经图治的好皇帝 现在就下结论 未免太早了吧 如果康熙真的有魄力 把这二百五十九个贪官 酷吏的头都给砍了 那我就认输 好啊 那就再等时日看看 好 皇祖母 近来身子可好啊 老太婆 老太婆 倒挺好 可是 大家怎么听说 这些日子 皇上从来没睡过一个 胡乱个儿的觉了 皇上虽然年轻 也不能太疲劳 我个子 老太婆 也不能太疲劳 老太婆 我给你 老太婆 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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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至轻则无鱼嘛 浑水养鱼呀 黄祖母 您老人家似乎话里有话呀 是啊 哀家是有话要跟皇上说 听说皇上一怒之下 将二百五十九个大小官 都拿下问斩了 是 黄祖母 这些人啊 贪赃枉法 草菅任命 都死有余辜 他们的所作所为啊 哀家也知晓 皇上要砍他们的脑袋 也是不为过 甚至有些人 你可以逐连他九族 以井效尤吧 黄祖母 其实呢 孙儿一次性 要砍这么多贪官的脑袋 孙儿的心里啊 也是有些不安呢 多谢黄祖母的支持 孙儿 这样就可以 放手失为了 哀家呢 自然要为皇上 仔细地打算 全力地支持皇上啊 只是哀家老了 说上十句话 皇上未必能耐心地 听上一句 孙儿你听出来了 皇祖母是在埋怨孙儿 自作主张吧 皇祖母 咱们祖孙心连着心 你要是有什么话 就直说好了 皇上可知道 那左翼秦锋统领 龙德多的娘家是谁吗 知道 这龙德多的祖母 和皇祖母是堂姐妹 皇祖母 可是要给龙德多求情 饶他一命 哀家为他求情 并不是为了亲情 皇上 你要知道你秦南敖拜 为什么被敖拜收买的 那些守军没有异动 为什么敖拜私下集军的 那些金兵没有启示 难道这件事情和龙德多有关 龙德多实际上是哀家 安插在敖拜身边的一颗棋子 他为了取得敖拜的信任 大肆地诛杀对抗朝廷之人 这些人有的是该傻 有的是错傻 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你秦南敖拜之时 龙德多他借口清查乱党 在京城实行了宵禁 让敖拜的叛军无法出动 这才让你在宫中秦 拿住了这个敖拜 黄祖母 这些事情 您为什么不早点跟苏儿说啊 皇上啊 你虽然年轻 但是呢 你许多事情很有主见 未必会赞成哀家的某些手段 所以哀家呢 就隐瞒了 好了 那就算龙德多 将功热罪 夺取爵尾 隔之为民吗 多谢皇上 给哀家这老脸 那就恕哀家 以老卖老 要多向皇上 讨几个人情了 黄祖母请说 皇上知道 这朝堂的背后 可是盘根错节 千一而动十 千十而动百 你还太年轻 而黄祖母已经经历了 三代的兴衰呀 黄祖母不得不为你 想得周全一些 黄祖母的意思是 这上头的人 都是跟皇上和大清江山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人 往皇上处理他们时 需多多的酌情考虑 这些画圈的 不妨就最简易的 这些画钩的 最好是立即释放 只有这画叉的 则立即站住 皇祖母 皇祖母啊 这 孙儿啊 不是皇祖母一定要干政 皇祖母不过是一介女流罢了 这黄土都已经埋到脖梗上了 还为什么要跟自己的孙儿 过不去呢 你要相信 皇祖母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皇上 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大清国呀 皇祖母 皇祖母切勿伤怀 在这世上 皇祖母自然是孙儿最信任之人 你明白这一点就好 孙儿啊 皇祖母知道你现在整顿立志 但是你不能够急以求成啊 这欲速则不达呀 这病重之人 吓不得猛药 朱哥哥 咱们等了好几天了 也没见你跟内奸露面 还不是你上次打草惊蛇了 你呀 总是不听我话 我们先回宫吧 估计不会来了 我还不想回宫呢 那你想去哪儿 我想 吃串冰桃糊涂 你呀 就是一只蝉猫 走吧 你慢一点 别转晕了 你要吗 不给 这飞飞 看吧 今天那店啊 还真不错 还真不错 是啊 我介绍的地方能坐吗 你这鸟的品种不错啊 我可是我大价钱买来的 是吗 我告诉你们啊 我还需要一家送店 别回头 那姑娘 她那一首好琴 那小曲儿 唱的 可了不得 是吗 是啊 这跟你们说啊 心痒痒呢 这呀 下次再看看呀 我来做多 诸哥哥 那不是 不是龙德多吗 难道我眼花了 你没看错 是吗 为首那个是龙德多 跟在他身后的那个 是俄比奇 是 怎么可能呢 他们现在不是应该在天牢了吗 三天以后就问斩了 很明显 事情出现了变故 魂妹 看来你赌输了 不可能 一定是他们向索额图行贿 所以索额图把他们放出来了 索额图 不是要钱不要命的人 而且 就算他们私自被放出了天牢 怎么可能无缘无辜 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里 不可能 龙小弟不会出尔反尔的 我妹 别傻了 像龙德多 阿比奇这样的贵族子弟 就是爱寻觉罗氏的鹰犬 就算这些鹰犬 偶尔咬错了几只寻鹿野兔 那对他康熙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 一旦他失去这些小中的鹰犬 那他的皇位 就不稳了 不可能 龙小弟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他不会骗我的 欢妹 是 师叔姑娘 皇上吩咐过了 谁都不见 不行 我有重要的事情问皇上 来来来来来 龙小弟 师叔姑娘 您轻一点 皇上睡着了 别惊扰了圣驾 师叔姑娘 小声点 龙小弟 皇上根本不是睡着了 他是喝醉了 皇上喝醉了 老奴该死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这皇上一早啊 就写了一道圣旨 交给了所额图所大人 然后就把我们都赶出去了 说是要一个人静一静 我知道了 这儿交给我吧 你去给皇上端一碗醒酒汤来 好好好 这皇上要真伤了龙体 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龙小弟 龙小弟醒醒 老大 你来了 陪着喝两杯 别喝了 你这以前不酗酒的 现在怎么了 什么都别问了 陪着喝两杯吧 不许再喝了 看着我 我问你了 阿比其龙得多 是不是你下指放他们的 你是皇上啊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天子的话 金口欲言 一言九鼎的 是啊 朕是皇上 应该金口欲言 一言九鼎的 你太让我失望了 老大 朕对自己也很失望 朕以为朕亲政了 就可以钱刚独断了 没想到 而且我就不明白了 你是皇上啊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你要杀的 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 贪官污吏 既不违反大清律帝 又顺意明心啊 老大 当皇上哪儿那么简单啊 朕现在心里好难受 让朕抱一抱好不好 让朕抱着抱着 说话不算数 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老大 老大 起来 你看 你就是个大骗子 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 还记得上面的字吗 你曾经说过 你不会让你的耳朵 变成板上 可是如今我才知道 你不仅是一条装龙作牙 没脚没爪的龙 你根本 你根本就是一条虫 你懂 别生一座 红尘的城墙 煎熬过你给的苍茫 用半时的针 还一时的伤 奈何不了无言过往 如果真心 总喜欢流浪 谁会陪我遥望西洋 用痴心的哭 换天真的想 思念必都要更转张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相遇是最痛的别离 如果我不是我 你不是你 龙小弟 其实这就是我要的意思 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 消除贵族特群 隔出疾病 整顿励志 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好 如果我答应你 这个劣迹我一定换你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改账 500个年轻就 黄小弟 我这个老蛋 可能要先行一步 别说胡话 咱们两个是白骨骼子的 说好有难到的 同事顾死的 所以为了我 一定要撑下去 用痴心的过程 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 你放心吧 我还想去上内心 你欠我的威胁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上雨是最后的天理 如果我不是我 你不会来长的 因为你是一个好王 我之前说过 你是天地下最不该爱的人 相遇是最后的天理 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 你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 谢谢你 老大 谢谢你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相遇是最后的天理 相遇是最后的天理 如果我不是我 你不是你 眼泪就是去爱的意义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可惜的骗了我 可惜的骗了我 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 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 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 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 朱哥哥 我输了 我输了 别难过了 桓梅 我早就说过了 康熙在微服私房的时候 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 可她一回到这紫禁城 回到金鸾殿 考虑更多的是她的皇位 朱哥哥 我问你 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 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 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 黎明百姓 还是你的皇位 你要说实话 不许骗我 如果有一天 我做了皇帝 康熙没能做到的 我都能做到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永远不会骗你 我跟康熙不一样 她从小生长在宫里 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 我对老百姓的感情 和她对老百姓的感情 是不一样的 我远比她了解民间的疾苦 朝廷的击毙 婚媚 如果有一天我骗你 就让我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 我相信你 朱哥哥 最起码你没骗过我 我像康熙那样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师父跟爹 要光复大明 扶你登记了 桓梅 你终于想明白了 我想明白了 而且通过这次山西 微服私访 我也看明白了 很多以前 没有看明白的事情 像我们以前那样 小打小闹 这里诛杀一个恶霸 那里产出一个贪官 不过是图一时地 快以恩仇 根本没有办法 把老百姓 从水深活日当中解救出来 桓梅 我永远不会辜负 你对我的棋局 我希望 你也不要辜负 我对你的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先退下吧 你们先退下吧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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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 朕想跟你说话话 老大 老大 皇上 您还是先回去吧 使叔姑娘 她是小孩子脾气 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 她就越是听不进去 您先放下几天 过几天自然就好了 只怕这次事情非必寻常 她跟朕不是一般的志气 皇上您放心 奴才跟李太医 会好好劝劝她 相信她会明白的 吉他 请不吝点赞 用不吝点赞 老大 什么事 的 真没想到 康熙会临时改变主意 这样一来 你打算借机挑起 蜻蜓内乱的计划 怕是落空了 虽然计划落空 但花妹及时醒悟了 也算是意外之喜 那就恭喜大师兄了 这样一来 小师妹就能收回 对康熙的心思 一心一意地对待你了 只怕这付出的感情 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 但愿吧 师弟 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不知道 不过应该快了吧 无应齐最近几天 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演出 无应齐的大哥无应雄 是建宁公主的儿父 他们平西王府 在京城也有很多的亲友故旧 所以 无应齐应该会有很多的应酬 应酬肯定是有 但没准 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 师姐 我觉得三师傅说得对 我们还是应该低风一下无应齐 别被他的外白给骗了 你别提我爹了 我爹根本就没把我当成 他的亲生女儿 他只喜欢一花一个人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爹啊 三师傅其实很疼你的 你还记得上次你赌气出走 三师傅在门口 眼巴巴地等了你一晚上 对了 还有你脸上的伤 三师傅其实一直都在为你寻找那些珍稀的药材 为你配置那个什么 冰激预言膏 还有小师妹 其实 他心里也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 好了 你别说了 我不想听 好 我不说了 二公子 师姐 我用机出来了 走 走 跟着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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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